谁能把这个婚事给操板得像样 也只有你了 我觉得也是 还有啊 他说经贸学院刚开课的时候 那课程不是太紧张 你顺手就能把这个婚事给办了 行啊 那就谢谢他这么信任我了 应该的 其实啊 你们不说我也会帮忙的 那你答应了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进来 哥 叶燕姐 拍好了 那我出去了 好 那我也先走了 好 志诚 那存者怎么回事啊 怎么 这钱不让说 不让说 走吧 好 我简直是仿佛回到了童年 回到了童年 太好玩了 太有意思了 你也去玩一会儿 我没兴趣 你坐会儿吧 行 我都烦死了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才能做一个完美的女人 做个自主的女人 你不欠任何人的 你现在这样 那是被折磨出来的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要照你这么说 志强和葛家的人 不都成坏人了吗 不是坏人才可恶 我告诉你 在普通人当中 危害他人的 大部分的都不是坏人 最近这段时间 我放弃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来陪你 将来办杂志 你得帮帮我 那还用说吗 一定 咱们一会儿还去哪儿玩玩 喂 燕燕 你怎么没来 我都和经济系的王纪要说约好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先聊聊 他才能在有关的课程上 特殊照顾一下 你不是情况比较特殊吗 我知道我程度低 但是我也不想让人家特殊照顾我 开小灶 谢谢你了 我自己的事 我知道 我会去学校的 燕燕 怎么了燕子 是不是又催你上学呢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就这么忍着 把我撤了就撤了呗 上个学还得打电话 管着催着 他们这样做是逼着你干脆回老家 放弃从前所有的一切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你也真够傻的 燕燕 咱们在哪儿呀 咱们今天就是来开心 就是来放松的 上人哥 他们明明是在毁你了 我觉得我还是一回到学院去看看 报到一个月了 还没去几趟 我觉得你比网络上还单纯 他们 你怎么能相信他们那种鬼话呢 咱们再玩一会儿 玩了这个咱们就走 不不不 这个太吓人了 我玩不了 没事 来吧 我们去带娃吧 算了算了 有我吗 妈 妈 您怎么在这儿 不是一凡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上课 您干嘛来了 燕子 你女儿吧 我和你妈妈是来的 不不 你去那边等我去 不 我跟韩子 去吧 妈 您干嘛来了 我先问问您 你怎么不好上课 跑这儿来干嘛 我上个礼拜不是跟您说了吗 这个礼拜 学校组织到这儿来玩 我还真忘了 那也去玩吧 去和同学玩去吧 别过来 我跟你说 我跟这个叔叔来 是来谈工作的 你回去以后 别跟家里人说 尤其不能跟你葛爸爸说 听见了没有 记住了啊 去吧 去吧 嗯 我女儿 他们学校组是来这儿玩的 那边还有别的 咱们去玩玩吧 不玩了 走吧 验子 葛爸爸 你怎么来了 没跟蒋叔叔回家 想我了 志强 您可别怨我 今儿一烦非闹着 要找你 这有什么急事 这小孩能有什么急事 过来 跟我说 碧城叔叔 你出去 我 我出去 这孩子还有什么事 背着我 你出去 你出去 行行行 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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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我歪淘你 行 我先出去了 等我 没良心 你 你毕丑叔叔天天接送你 行 好 说吧 有什么事 葛爸爸 我今天看见妈妈了 她和坏人在一起 还在游乐场玩 坏人 你看错了 你妈妈今天上学 没有 我看到了 他们还手拉手 回来了 一帆放学了 哥 我们回来了 爸 妈 回来了 妈 回来了 都回来了 今儿没上学 燕燕 我这么大人了 上学的事自己掌握就行了 那你今天都忙什么了 燕燕帮我做饭了 好久没吃燕燕做的饭了 今天可算吃上了 都回来了 爸 爸 一帆 宝贝回来了 坐 今天燕燕做的都是好吃的 是不是知道你妈做好吃的就回来了 坐 妈 她还没做完 等会儿 那我跟燕燕先说点事 行 来 燕燕 咱们出来吃 那咱们 那咱们吃 爸 准你去 可以不准的 好 好 这学校 从联系好到现在 一个月了吧 你去了几回 还有啊 还有你那个私人的事 叫什么 金小宝 人家叫金四宝 那是我的朋友 说实话 这件事 我原本想 你也是个大人了 我就不说了 可我现在是忍不了啊 我有什么就直说了 行不行 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 有话总得让人说呀 不是 你看看那人那样 那就是个吃软饭 什么样啊 那是 你是看外表 这 这外表一看 那就是有问题啊 这干嘛呀 大白天呢 还跟你一块上游乐场去 他写诗啊 他上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转子上面 他写诗啊 他找灵感啊 去游乐场怎么了 那照你这么说 那我就连 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了 旁观者清 这话你懂吗 我不会害你了 肯定都是为你好啊 是 你 你是为我好 你拉催我上学 也是为我好 赵一帆告我的状 也是为我好 你们都是为我好 我明白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期待了 我就上学校 我先来两个人 我先喝到你了 我先喝一杯 我先喝一杯 我先喝了 我先喝一杯 我先喝一杯 也你喝 double 然后我先喝一杯 我先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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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 你这次喝一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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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极为成功又有魄力的企业家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老师 我接个电话 对不起 喂 四宝 干嘛呢 我上课呢 燕子 你什么时候过来 我不跟你说过了 我正上着课呢 你别老打电话了 影响多不好啊 我一个人待不住 那你就写诗 你不好长时间没写诗了吗 我不想写了 那 那你就到外边走走 后边不就是公园吗 我到学校等你吧 好吗 别 你别到学校来 我上课呢 行了 行了 那个回头我下课再给你打 再说吧 好吗 好 好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赞 王さん就你还是下去了 去吧 你 走 跑 金刺宝 终于让我抓着你了 你躲躲一年了 骗我的人 骗我的钱 你说要和你老婆去离婚的 连人影都没了 我冤枉 我真的很冤枉 我是喜欢你的 给我打 我被别 喂 四宝 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 你快点来救我吧 那完了 我就没命了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 怎么了 你快点来就是了 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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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谁干的 谁干的 你那个志强哥呗 这不可能 志强哥不是这种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他 还能是谁啊 好几个飙行大汉啊 上来就说 你必须离开朱燕燕 要不就要我的命 这 这不能说明 跟志强哥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走的时候说的 说是找葛总要钱去 他们以为我昏迷了 其实我都听见了 小燕子 千万被打电话 我还要活命呢 我不信 这电话我非打不可 小燕子 小燕子 我求你了 这种人 你得罪得轻 我可得罪不起啊 小燕子 我求你了 我求你行吗 妈 行行 我不打了 你别这样 赶紧上医院去看一看吧 不用了 小燕子 刚才 受了点惊吓 我想出去走走 你能不能 给我点钱 小燕子 我 我求你了 行吗 你们要干嘛 他们是我两个网友 听说我受伤了 过来照顾我 四宝 叶子 就这样吧 四宝 要不还是找个医院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不用了 不能退 得赶紧走 要不你这个非得要命不可 回来啦 回来了 怎么样 上这课有收获吗 有 收获很大 那就好 我想 我想跟你说一下那天 咱们谈论你那个朋友 金丝宝的事的时候 我的脾气有点急躁 不好意思 说实话 说他 他那人 我真的不觉着 你放心 他已经离开了 是吗 我 我就想让他知道 我真的是为你好 我知道 我好 我真的不知道 我太好了 我真的不想要 你那么想要 你什么事 我真的想要 你什么事 我真的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中了条很值钱的珍珠项链 你觉得怎么样 行 不好 要送啊 就送便宜的 什么意思啊 他俩好不容易结婚 你都送便宜的了 装穷呗 这样 行了 贴上吧 好了 这好喽 好看吧 回来了 燕燕 霓裳 说 小儿 燕燕回来了 这都准备上了 可不是嘛 该准备准备 这志强也是的真急死人 燕燕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想早点回来休息了 那吃点什么药吧 不用不用 我这 劲儿让功课给累的 我不称呼差吗 跟不上 我就不帮你了 我上楼堂了 那你赶紧 赶紧上楼堂一会儿 您二老辛苦了 来 去看看 我说挂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芽儿 婶儿啊 芽儿 来 这是治头疼的药 感冒药 都在这儿呢 婶儿 我没事 真的 坐 你也坐 芽儿 我想和你聊聊 你烦婶儿不 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你要说咱俩俩 有缘也没缘 这有缘呢 咱俩在这一个屋里 住了这么多年 你看她们就是亲闺女 也没有这么近的 要说没缘呢 我就不说了 芽儿 您的意思我明白 就不说了 芽儿 找个人家吧 别一个人耗着了 你说 这么多年来 我隔三差不大 说你一回 也不敢深说 怕让你误会成 我赶你走 这心里啊 矛盾着呢 那何必呢 是我欠你们的 芽儿 可不能说外道话 我就一句话 你在我这住着 住一辈子 给我这老婆子 和他爸送终 你知道吗 这我做梦都不敢梦的福气 不敢梦的福气 可是啊 咱得掏用一句 这报上说的话 你有你的生活 你看 芝强和小娜就要结婚了 碧城和志纯呢 也一块儿办 芽儿 别老一个人 要不 我给你看看 看咱左林右舍的 有没有合适的 不要不要 您千万不要 你这不要不要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着 您别赶我走 只要您不赶我走 我就在这儿赖着呗 燕儿啊 要这么说话 我就把话说白了 我怎么听说 你前两天 跟一个什么诗人 交朋友啊 咱呀 找人啊 可得找个踏实的 别光听她说好听的啊 不 您这听谁说的 我这不就想问问吗 这事咱就不提了 我就问问 不提了 不提了啊 婶儿啊 这谁跟您说的呀 没听谁说的 不就是小娜前两天 回来准备结婚的东西 她呀 看咱们娘俩关系好 让我劝劝你 没事 歇着吧 不 以后的生仙柜台 绝不允许其他部门的员工随便进入 卫生状况是很难看出来 可是一旦出了问题 就是很难挽回的损失 如果这样的问题出现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主警官好 你们先出去一下 爷爷 爷爷 你这是干嘛 我想问问你想干嘛 爷爷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我从这个超市赶紧 你也可以当你的老板娘 或者你哪一天不高兴的 你把我从那个家里赶走都可以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来恶心我呢 爷爷 我想我们是有误会 我没误会 你凭什么跟格婶说 我跟金死宝怎么样啊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小男人都想疯了 得让格婶 让四零八舍的 帮我找男人去啊 爷爷 你这样说是失去理智了 你把事情想清楚再说 我想不清楚 我今天来 我想听你说 你帮我说清楚 爷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赶你走 你的那个诗人 我们都见过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劝你 还是离这样的人远一点 还有 我知道这不该我管 我觉得我们都找到归宿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去 你们找到归宿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有你们的归宿 我有我的生活 我以前尊重你是因为志强哥我欠他的 可是我不欠你的 你凭什么管我 你凭什么感受我的生活 爷爷 我知道你情绪不好 我可以理解 可是这种事情能不能不在这说 咱们回家说 我本来是想跟你好好相处的 看来不大容易 你凭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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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这个拿给我看过 是这款吗 对对 好 志强 用彩票了 太贵了 别劝我 别的事凑好凑得了 可咱俩真是不贵 所以我必须要买一个 贵的让我心疼的东西 来以为咱们俩的感情嘛 做个见证 先生 谢谢 谢谢 想给你订做的 妈 以后 以后儿子可能就不能经常来看您了 妈 我就不明白了 您说我哥干嘛 老跟志强哥过不去啊 您要是地下有枝 托个梦给他 让他早点收手吧 这暖暖的太阳 暖暖的街 是 写叔 陈娜 是 陈娜 我 舍不得我花钱 有人送我们了 是朱叶也送的 一家店里买的 你怎么不早说的 我早说有什么用啊 你早说我就不买了呀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就 既然她买了 咱就把钱给她 这或者是 我的意思就是 不能让她买 因为这东西太贵重 志强 燕燕的问题你该证实 我怎么没证实 我也跟她谈了 劝过她 有何事就赶紧 是吧 她又不好意思开口 我替她说去 可你 你看她那样 只要家里人一提 给她介绍对家的事 她就 对吧 这叫做好 上网聊天 聊了个诗人 好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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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越受伤害 行 我知道 燕燕姐 你干嘛去啊 你等会儿我胳膊 你等会儿 不等了 他说了让你必须等他 你等会儿吧 哥总 哥总 水泉 哥 我跟燕燕聊点事 那你们好好聊啊 燕燕 你这是 干什么呀 你们结婚 我送个礼物不应该吗 送礼物是可以 可这 这得多少钱啊 我不在乎这钱 我知道 就是 就是我觉得 这 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没必要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再说你还得给我操吧呢不是 心意我领了 你坐 你有话你就说 说完了我就走 不做了 燕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祝福我跟李娜的 那我想呢 李娜关心关心你 那也是应该的 李娜这人呢 他就这性格 做事就这风格 可能是欠考虑 太直接了 但这都是家里的事 对吧 你没必要 跑到超市办公室去跟他闹啊 我没闹 我没闹 小孩子脾气 这超市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志祥哥 你把事情弄清楚了 你再来说我行吗 你心疼领大 我能理解 可是你知道我的委屈吗 这么多年了 我的心思你不会不明白 可是我没有非分之想 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 你过得高兴 你幸福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可是他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来管我 来干涉我 他去跟神 造我跟金丝宝的谣 让我怎么优恋做人呢 是 我是真心祝福你们的 真心的 可他这么做 是诚心让我待不下去 不是 你啊 优敏 你怎么来了 哥 我本来想过了安检子 给你打电话的 兄弟没有格业潮 毕诚 谢谢 你可以回去 没事 毕诚哥 谢谢您了 你回去跟志祥哥说一声 叫他放心吧 好 优敏 那一路平安 正许早日学同会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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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敏啊 嗯 时间还来得及吧 嗯 走 咱们去喝点饮料 来 这边 你 你干什么呀 十万美金 放好了 可别给你丢了 你 你打算害我呀你 海关 不让带走就不说了 就算带走了 我要这么多 现金干嘛呀我 我 我钱不够 我还打算打工赚钱呢 打什么工啊 赚什么钱啊 你是我弟弟 我能让你在国外 受那份罪吗 听话 在国外好好读书 什么也别想 缺钱了就少哥 这些钱你先拿着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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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说句实话 这钱我不要 你收起来 你要不要 不要是吧 行 不要 你给我当着你的面 把这钱全撕了 哎呀 你干嘛呀你 收好了 我拿着就是了 云敏 说实在的 葛志强给你钱 把我气坏了 我回头把这钱 还给葛志强 咱一分不要的 你的钱搁来帮你住 在干嘛老跟志强哥 斗气呀 这世界上有 这么傻的人吗 我拿着一百万 还惹你生气了 这一百万 不小的数目 对葛志强来说 拿一百万来气我 他值了 各位乘客请注意 乘坐G1165次航班的乘客 请到三号登机口登机 哥 我走了 你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以后 对燕姐和伊凡好一点 我请你 请你 看着 就 你 不 把 你 还 你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